大家好,今天我们还是再谈一谈关于台湾总统蔡英文这个专机走私的事情吧 因为这两天我们看新闻全都是这个事情 出各个电视台的讨论 那我们看看下边应该是怎么个情况 这两天我看了一看各个台湾的电视节目都是围绕的 就是一定要查出个水落石出 一定要怎么怎么这样 所以我看了看节目呢 基本上给我一个感觉 第一个就是这个可能查不下去了 因为有几个信息暴露出来 一个是说在蔡英文执政这几年当中 其实有N多次走私 但是呢说由于这两三天没有动作的话呢 现在资料已经全部消失了 再有呢他说查出来有过去在李登辉时代也有 这个在马英九时代也有 那这就很荒唐了 也就是说你现在是你发生的事情 你现在查不说说你自己的资料都消失了 但是你把多少年前的事情都查出来了 这个就明显的是民进党他自己把证据给销毁了 对吧 或者说民进党呢现在呢故意呢想把这把火呢转 让它烧到这国民党身上去 其实这属于知法犯法了 就是你是执政者 你把证据全都消灭了 你把对你不利的证据全都销毁了 然后你把以前对国民党不利证据都给留下来了 所以把这个矛头想转移 这个是民进党干的第一个事情 第二呢我觉得他现在查呢 他把这个当时压车的这两个低级的这些小官 给关起来了给抓起来了 然后呢其他的两个小官呢辞职了 但是由蔡英文指定的一些亲信的官呢 一个都没动 另外呢还有一个信息 我看看就好像是新闻上说的 把这个压车的这个人呢 把它定为重罪 那定为重罪的话 很可能这个就朝向了一个什么呢 就是把具体办事的人狠判 然后呢把那些大官全部保护起来了 应该就是这样 因为现在这个火呢 因为直接烧到了总统府了 等于是这样 也就是从这几 从这五辆车 这五辆来接香烟的这五辆车 是谁派出去呢 是总统府派出去的车 也就是总统府派出去的车 当把这些烟弄回来以后呢 最后呢车应该开回到哪呢 应该开回到总统府去 然后呢在总统府这个地方呢 大家开始分赃 那从这个线索来看的话 就是整个这个总统府 就是一个走私集团的大本营 整个这个总统府 就是这次走私的最终的后台 这个政府都变成了一个走私的集团了 而且你利用了总统 利用最高权力的这种免检免艳 不查 利用这样的一种体制 来为自己大量的走私 这个在全世界都很少 看到这样的现象 目前他这个调查呢 我觉得他只是在围绕在国安系统 其实我倒觉得国安系统也可能就是总统府的一个执行单位 就好比他抓的这两个人 这都是国安局的人 都是保安嘛 简单说就是总统保安 保安他就是压车的 就好比一个走私 比如我们以前说的走私贩毒集团 真正贩毒的大老板 随身是不带毒品的 他把毒品交给谁呢 交给那些穷人 你把这毒品给我带过海关去 带过去以后我给你多少多少钱 如果你带过去了得你奖赏你提升 如果你带不过去在海关被抓了 你被抓了 这个贩毒集团的大老板你永远抓不着的 所以这次走私集团就是 你抓了这个压车的这两个保安人员 把他们抓起来了 其实大老板呢 不可能随身去做这个事情 大老板就在哪呢 就在总统府里边呢 因此整个保安局或者是安全局 或者国家安全机构 这些其实都是总统府的一个打手 我认为这样的调查呢 很可能就最后慢慢就不来了之了 调查完了以后不公开 就好比有新闻说 黄国昌到总统府去问 说谁谁派的车 总统府的答复就是 别问 不许问 不许问 不告诉你 无可奉告 那这样的话你简直就是 你问到他的老窝里边去了 你问直接贩毒集团的那个大老板说 你是贩毒的吗 他能告诉你吗 不已经崩领就不错了 总统应该下不下台这个问题啊 我觉得如果这个事情发生在西方国家 肯定下台了 不用说因为西方国家是有反对党的嘛 也就是说 在这种情况下 别说这么大的一个走私案件了 一样克林顿上次 差点被弹劾 克林顿跟那个莱文斯基的事情 就这么点事情 一点花瓣新闻 被人就给抓到了 抓到了以后得 那个难看呢 你看这差点叫弹劾呀 最后像电视台 像全国的这个人民呢 向美国承认道歉 什么I'm sorry等等的类似都出来了 但是呢 在台湾这个地方 蔡英文下台 门都没有 门都没有 他不但不下台 蔡英文这次一定呢 是首先把这案子给压下去 然后把他转移掉 弄两个小竹子 给他判刑 给他关起来 然后呢 把这个民众这个怨气呢 顺势就转向国民党 就推到国民党那边去 看看国民党怎么怎么反应了 我觉得他应该是这样干的 他不会下台的 国民党我是觉得哈 如果从一个旁观者来看的话 我是觉得国民党现在及时有一个机会 就是你可以利用这次事件 去对蔡英文进行直接的攻击 什么叫攻击 就是现在可以发起联署 可以罢免蔡英文呢 可以弹劾他呀 因为国民党在立法院里边 他是虽然不占多数 至少他有立法委员 立法委员是可以做这个事情的 可是现在我发现有一个问题 就是国民党现在安安静静的 现在面临大选了 马上就要去选举了 这是一个非常好的机会 如果国民党现在抓住这个机会 直接罢免蔡英文 直接弹劾蔡英文 这个对民进党打击是非常大的 基本上就是一棍子可以给打死的 可是国民党呢 现在安安静静的不说话 如果国民党始终安安静静不说话的话 那我就合理的怀疑 这次这走私集团里边 是不是国民党也参与了 是不是那五十个人的名单里边 也有国民党的人 如果是这样的话 那国民党肯定他不会做这个动作 因为你只要一罢免蔡英文 蔡英文就会把你的名单全兜出来 兜出来以后两家 国民党和民进党 两家不是合伙在走私吗 他在这种情况下就不做 因此看国民党的动作 就能知道国民党在这里边设身有多少 如果他真的没有设身 没有涉足这个走私案 国民党应该抓住这个机会 直接去罢免蔡英文 能不能罢免掉 这是后话 但是你做不做的动作 这个是很重要的 如果他什么话都不说 到现在没有说话 乌敦也没有说话 主席也没有说话 如果什么话都不说 而且配合就把这个事情 慢慢慢慢把它消灭掉了 把它盖下来了 那说明国民党也参与了 因为实际上现在像国安局的这些高层 其实都是国民党的人 因此我觉得像这种情况呢 后边再观察这个事情 虽然媒体吵得比较凶这次 大家把这个事情都接出来了 但是从这个发展趋势来看呢 我觉得蔡英文政府是一定要把这个案子给他压下去 而且让这个真相绝对不会让人民知道的 一定把这个事情把它变成一个叫案子封存 保密封存 基于某种国家安全的理由 把它封存掉 然后过段时间呢 假装就没那么回事 所以我觉得这个事情啊 又进一步的证明 像蔡英文这个政府 就是一个不能受人民信赖的政府了 这种政府继续执政的话 已经对台湾这个社会没有任何好处了 好 这个事情呢 我们继续在观察吧 估计后边可能还有事 我们看到什么新的新闻呢 我们再做一些评论 今天就到这里 谢谢大家再见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